大家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期呢,我们聊这个北京昌平区的这个房价的现在的情况 其实我们总体来说,昌平区的房价还是整体算是比较稳定的 肯定也有降幅,但是算是比较稳定,因为它昌平区比较大 而且它之前吧,它昌平区可以说是靠不上这个城里 所以它之前的这个涨幅也算是比较稳定,但是又没有像通州经历过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概念的炒作 所以说昌平区一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有学区,有消费,有业态,也有高新企业 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就是比较我们来说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区域在北京 那么在这个,我们这期节目里面我们接着说昌平区的另外一些楼盘 那么我们昌平区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天通院了 我们先从哪边说一点,这个天通院呢,因为这个真的是密度超级超级大的一个小区 那么我们北京人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天通院一下子蓬勃发展起的时候,我们不适应 因为没见过这么密度这么大的小区,人口一下子就是流入这么大这么快 那个时候天通院从这个第一站这个城铁站那个人都要限流进这个地铁站早高峰的时候 那时候看着都可怕了你知道 然后,而且去那块吧,也不敢走这个立汤路这边 这个天通院这条路也特别堵车,什么时候都特别堵车 从城里出去也堵,早上起来五六点就也开始堵车 地铁上多堵,那个人在里边多挤,那个车在地上走就多挤 所以说,天通院的这个兴旺这个时候呢,也已经过去了 现在基本上,留在那边住的有很多是这个海淀区 有一部分是这个海淀区,甚至是东城西城区这个拆迁的这些朋友们 然后呢,搬到了这个,当时拿的房票 然后当时就搬到了这个天通院这边给的房子 其实也是不错啦 包括也有往这个顺域走的,顺域给的这个房子房票 其实都不错啦 那么,还有就是天通院就是当时这个外地来京的这个落地生根的二十多年前的朋友们 都会选这个天通院来买房子 然后呢,或者把户口落过来,反正那边房子也便宜嘛 很多都是那个回迁的,拆迁户,回迁的也很大一批啊 他们手里那个很多,不仅那个好多套房子这种都是 很多都是老北京人搬过去的 那么,我们 天通院房价呢,虽说就不太好说了 因为它很多是拿房票过去的 我们就不知道,几十万一套当时 在小二十年前的时候,十几万一套 都是,都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那么,目前呢,天通院的这个均价挂牌 可能挂牌呢,可能还是在这个四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五万多 但是,实际成交呢,实际真的是很惨淡 我们知道这个,天通东院这块 天通院东院这边,东区 就是天通院最东边这块 那么这个,离着这个,就是这个 往北溪加走的天泉路这样 然后到北五环来广营,来广营这块 那么,天通院东的这个一区啊,二区啊 现在这个,最便宜的价格呢,实际成交呢 不是实际成交,是它的挂牌价呢 挂牌价呢,已经到了这个 一万九,两万以内,一万八九 那么实际成交价呢,也是更加的惨淡 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在这个 楼市最兴旺的这个2017年左右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呢,买入的天通院 那么当时还是花的这个 他们多三四万的这个价格 三四万一瓶的价格买入的 那么现在也是亏了真的是 腰斩,恨不得到膝盖 亏的不少 所以说大家就注意吧 就是说天通院这块 真的是这个房价是这个 入坑式的大跌 然后如果是租房子的话 到时房子倒不愁租 租价也不贵 这样,那么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天通院 往北这块有一个这个北七家区域 那么北七家区域呢 其实在比这个天通院的区域的密度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因为我们知道北京人的这个 我们孩子都知道这个 就是这个北七家这块啊 是传统的别墅区 他的别墅很老 就是基本上是 九几年开始就建别墅在那 比如说他这个 昌平已过去的王府啊 花园啊,玫瑰园啊 八仙别墅啊 这个名人 龙人,名人居啊 在天泉院 在天泉路和立堂路 这个交道交口 这块的这个名人居 这都是当时北京最老最老的这个别墅 那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十几万一套 二十几万一套 这样 然后 所以说北七家呢 目前为止他那边呢 慢慢建了后来的一个后期的别墅 比如说远洋澳北啊 温哥华森林啊 温哥华森林远洋澳北和那个 温哥华森林远洋澳北 我们主要是说这两个吧 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整体这个别墅的价格 都肯定是比不上这个温云河 顺利这块的这个价格 这边的价格基本上 现在是就是一千多万一千大几万 这个别墅的挂架都是两千多万 也就是这样 那么比不上这个四五千万那边的别墅的价格 也是因为他这个 怎么说他的位置 可能没有那边高大上 绿化没有那边好 但是其实还有就是他一些老的这个别墅区在这 这个别墅区在这 怎么说他整体呢 没有形成一个就是高档的别墅区的这样一个规模 那么北西加现在呢 有些因为他有一个新的这个 我们市政府一直在这个小十五年前呢 就开始建的这个未来科学城 未来科技城 那么 诶 大家这个如果是在杭州经常这个住的 或者是在杭州待过的 大家都知道杭州也有一个未来科技城 主要是给阿里的这些 这些子弟们 买房子的一块区域 那么这在北京的这个北七家这块也有一个未来科技城 这个未来科技城的概念比杭州令还要早 但是他的发展呢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呢 他主要盖的都是国企的这个办公楼 很多国企央企的这个办公楼过去圈地呀 盖了一些商用的这个写字楼 还有呢他有几个这个比较豪气的这个小区吧 他的开架都当时他的挂架 他们的挂架都在八万多一瓶 但是现在实际上这些挂 就是我说的京城高速一下来 你能看到这边的这几个豪华的这个小区 那么他们现在挂架也就是六万多 所以说业主非常明智 也都是直接现在挂架就比这个 当时的这个售买价格便宜了一万大几 所以他实际成交其实还是成交不了 实际成交五万多就不错 而且他都是大面积的 你这个总价也很高 所以说也是难找买主 这边呢也有一些像北同啊 这个区域是就是它是回签房有一些 然后回签墙反而住的挺踏实的 这些回签的这些朋友们 位置不错房子不贵 又现在又开通了17号地铁 然后离高上京城高速也快 上了京城高速不堵车的话 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这个三元桥了 所以说位置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北溪家再往这个立汤路啊 和这个京城高速中间这块 我们都到北溪家 这块呢像之前的这个八仙公寓啊 八仙别墅这边也有一些老的房源 但是价格不贵 所以当时就挂了三万多一瓶吧 但是都是属于面积大不好成交 那么这边有几个新的小区 我们来说一说再往西一边这块 就是靠近了这个北溪家 真正府这边 北溪家这个社区医院这一片 那么这块呢有一些新的像 这个金融界地产当时在这拿了两块地 那么首先在这个这个北亚花园的东侧 然后建了一个这个金融街的金色曼香院 那么我们知道金融街地产呢 它在北京的这个北南面呢 有一个这个金色曼香郡和金色曼香林 那么还都是低密度的花园阳房 这样的低密度的小区 绿华绿非常好 那么物业的口碑也不错 那么在昌明这边呢 它这个北溪家这块这个叫金色曼香院 那么当时呢也是有这么个情况 就是这个房子大概呢 它都是大平米的 180瓶的4G270瓶的4G270瓶是带下沉的这样的 那么它当时呢卖的时候呢 是一直是五盘吸售不开售 因为当时楼市火嘛 大概这个2012年2010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呢大家又盛传 基本上它当时开盘的时候是2万开盘的 但是呢因为面积很大 所以说要拿出来这个400万来买这个房子 在当时十四五年前呢 就是一个很大手笔了 也算是个豪宅了 那么有的人呢 因为他一直五盘吸售 然后想置换这个大面积 置换大面积的就等不了这个房子 那么最后就是再往北去了 这个太阳城这边购买 或者是去了这个西三企这边 就我刚才上期提到的这个 丰丹丽社这边来购房 那么当它开盘的时候就2万 反正就是有一些呢 是一些不差钱的 一些央企的这些领导们的孩子 领导们来买 然后还有一些是这个 在北七家这边做买卖 做建材生意的这些福建人 他们手里有钱 那么他们呢 来买这个房子办的贷款 然后呢 这个小区呢 也有几栋那个八九十平 和一百多平一米的这个房子 那么当时这个房子呢 这个八十多平这个房子呢 是一百多平的房子是临街的 然后所以说它的位置呢 一般八十多平的这个房子呢 就是当时是主要想给这个 当时这个在未来克里城 进住的这个国企 他们来内部这个购买 但是最后呢 这个因为当时楼市很火爆嘛 而且当时北京的这个保障房建设 也是一直非常的紧窍 那么各个区 尤其是像昌平区 顺义区啊 这些有地的这个区呢 他们都承接了很大的这个 就是要提供保障房的这个数量的压力 那么昌平区就这个金色曼香院呢 这个金融界金色曼香院小区呢 他就把这个八十多平米的这些房子呢 最后呢 等于有人不满嘛 民众不满嘛 就是说要给这国企内部消化 然后最后这个方式就打破了 那么他就供应到了这个 当时这个昌平区的这个 保障性住房系统里面 那么当时在北京市呢 出了两个小区叫单线房 他是因为限单价 他限单价 他的单价要比市场价便宜百分之三十出售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保障性住房的人呢 有的人就是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太贵 买不起 所以呢 有一些觉得还可以 经济能力允许呢 那么就买了这个金融街这个 单线房的这八十多平米的房子 那么这些人当时也是因为 他们是有保障房指标的啊 才能买 那么另外一个单线房 是北京南边的一个 梁乡那边的一个小区名字 我就不说了 那么北京呢 当时自始至终就出现了 这么两个单线房 那么的概念 那么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之后呢 因为这个单线呢 有还是有被这个炒房人买的 这个这个嫌疑 因为数量也很少 就这个保障房的措施 就立即的取消了 那么这个单线房呢 因为也没有什么 它不像这个两线房一样 它是你没有交这个土地创金 你不需要补这个土地创金 所以他当时呢 拿了房本之后 这个房子就像一般的这个商品房一样 可以出售了 就没有单线房这个概念了 所以说当时买的一些人呢 其实也是占了一个便宜的 因为当时是便宜 以市场价便宜30% 当时是一万两三千一平米买的这个房子 八十多平米的房子 一百多万 那你要是再用个公积金代款 其实也还不了多少钱 现在这个房子呢 是这个金 我们以金色曼香苑的一个 八十四平米的两居 正经的两居来说 因为它是一梯两户的房子 绿花绿又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小区环境也很好 是个挺不错的小区 性价比不错的小区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链加上也查一下 那么这个小区它最高的时候呢 以这个八十四平米的房子为例 它卖到了四百二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之间 那么后来呢 慢慢的降下来 那么到目前的形势为止呢 这个房子是卖三百五十万挂牌 三百七十万 三百五到三百七十万之间 但是 实际也很难成交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有往下走的 这个很大的这个风险和这个预期的 所以说我们预期就是 我们预期最终它会跌到三万以内 但是这可能是大家不太敢接受 现在也不太敢说的一个价格 但是我们行内预期是这样的 那么它在现在如果说实际能成交呢 也是这个四万以内能成交 就是三百三百二十万可能能够成交 如果有业主愿意跟你谈 有买家愿意跟你谈 这都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儿 那么这个小区呢 物业不错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它旁边的一个中学 也有这个首饰大的这个 昌明分校在这块 所以说 北西家目前为止呢 是这样 然后像它旁边的这个北亚花园 算是老小区了 没有 没有 没有停车 没有地下停车位 然后面积有大有小 那么房价呢 好的时候是三万大几 三万六七 三万五六一平 但是现在目前成交也就是两万 两万多一平 因为它房子比较老 它是有 它是九几年就有的房子 它是可以说是北西家最早的 这个普通住宅 就是这种小的 这种正常户型的普通住宅 它算是真是最早的了 那么 我们说再往这个北西家 我们再往这个南面来 在北西家的这个新的这个房子 在这个利汤路上 利汤路上的这个房子 就是这个 这边有一些保障性的住宅 然后呢 还有就是后来开发商开发的 我们知道这个万科在这边开发了 很著名的一个 远大新的这样一个房子 就是翡翠公园 翡翠公园开价的时候 当时最高的时候售价呢 还是卖到了这个六万八 但是现在的实际成交价格也是很低 但是这个房子比较新 而且是开发商自带装修 有新风系统 确实还是不错的房子 居住 条件居住环境都很不错 主要是因为就是没遇到什么好时候 所以说 卖的时候价格就不便宜 那么 很多业主也是看中了它的这个小区质量吧 然后来小区的档次来买的这个房子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亏的 只要卖出一套都是亏一套 远一手业主都是亏一套的 所以说 大家可以适当的也关注一下这个房子 我们对它预期就是 能够成交的价格呢 我们预期它是 它是五万左右 可以看得到五万左右 之后再 如果能降到这个价格了 实际有成交了 我们之后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嗯 那么 北溪佳因为未来科学城这边呢 也有一些商住的 也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商品房 嗯 我们就不做赘述 因为它的面积也不大 然后也不是很有名 然后很多是带这个 国企背景 和国企内部消化了 所以说真正它的购买的时候 价格我们不能为我们所知 现在有一些没有拿房本 或者没有实际入住的 也很难有一些二手出来 所以说 嗯 在北溪佳这块呢 就是这样 天同院这块呢 就是这样了 嗯 天 超平区 一直是一个就是 幻房一个比较好 不错的一些地方 一个地方啊 大家可以适量的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聊到这 那么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就点关注 订阅 然后给我们 尽情的留言 尽情的来说您的问题 和您的困惑 啊 我们这边都是之物不炎 言无必不尽的 为大家来解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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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